台北医学大学附设议院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议院 学医总预科主任戴成正医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颖秋营养师 大家知道 饮食与癌症的相关性有多大吗 癌症风险存在的这个饮食危机在哪里呢 让我们一起来破解健康密码吧 戴主任你知道吗 前不久台湾才公布这个癌症时钟 又创下最快的记录了 对 其实癌症的结果上风险 最大的原因是饮食 还有烟酒 这两个原因就占了其他 反而呢 渔船 其他的原因占的比较少 相当的惊人 原来饮食影响的这么大 那其实呢 我们平常在味道民众的时候 有很多的谣言 那还有其中有的谣言就是 隔夜菜会自来 隔夜菜会自来的原因 主要跟这个 这个菜里面 就是这个亚硝酸盐 这个成分 亚硝酸盐这个成分呢 如果跟胺结合 造成亚硝胺 就可能造成癌症 但事实上 亚硝胺的这个 形成的机会不是太大 所以真正隔夜菜会导致癌症 也不是想象的问题 没错 所以说呢 其实更要注意的是 隔夜菜的保存 那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 比较容易造成肠胃不适 这样子 另外一个流传最久呢 长达五十年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胃经有毒 而且呢 还是十大的这个致癌因子的防守 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啊 其实我们这个胃经的成分 反正1999呢 是这个不安酸钠 那不安酸钠 大部分是从天然的食材而来 早期这不安酸钠的最主要是从骨头的未来 那后来呢 是从这个变分的 或者是一些干剁的 那负责而来 那未不过程度 以后台大教育的工作 发现呢 实际上很多的食材里面 都含有不安酸钠 包括像番茄啦 或是乌龙的食品 都含了去的食品 那 那 我每天啊 做社群的食材里面 大概就含了一个 的食材里面 对 其实那个福安酸钠呢 它是在这个天然的食物中都有 它是天然的氨基酸 那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呢 其实它早在1995年的时候 其实它就有讲说 欸其实胃经对身体是 无毒无害的 那我们反而要注意 其中的钠含量 那胃腹部呢 其实它就有讲说过 每一天 它应该要摄取的钠含量呢 不要超过这个 2400毫克 那胃经的钠含量呢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每天吃的 没有这么多 不会造成身体这么多的负担 其实我们饮食里面啊 导致癌症的工程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黄麒毒素 黄麒毒素它主要来源的是 豆类制品 那豆类制品呢 应该发霉呢 然后产生这个 黄麒毒素的机会就大增了 那黄麒毒素呢 是导致干来的重要因素 那其次就是烧烤类的食品 烧烤类的食品呢 会产生说的鼻息细胺 那鼻息细胺呢 后面所导致癌症的机会就会上升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呢 那 请比如说 也是跟黄麒毒素的一讲 那现在这个黄麒毒呢 被世界卫生服势 并有这个 有致癌方式的一个食品 对 除了我们要避免致癌以外呢 我们更要积极来做防癌的动作 第一点呢 我们希望呢 多摄取这个 抗氧化的这个蔬菜水果 五种颜色都要吃 第二点呢 我们希望呢 可以鼓励大家多吃个吃高鲜的食物 那第三点呢 其实我们可以吃这个像洋葱啊 像这个大蒜啊 其实它里面都有含牛的化合物 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 那最后一点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吃这个 豆腐啊 豆浆 那这个都是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那 其实除了这个有致癌的风险以外 那最大的问题还是 我们要预防 所谓三高的风险 三高也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那高血压高血脂呢 其余部分的来源是 我们摄取了钠含料物 那味精哦 它的钠含量不是那么大 但是却可以让我们呢 提高这个食物的限度 因此呢 其实摄取味精 不是这样我不想像他们的问题 是的 我们呢希望呢 不要让不科学的谣言呢 来混淆大家的保健观念 那我跟大医师呢 跟大家下次再一起 破除健康密码 拜拜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